山西通贝泉就是以宏藤县为中心 是在近南平川广泛流行二百多年的泉种之一 据有关资料记载 山西通贝泉与河南陈氏太极泉 在历史溯源中关系非常密切 通贝泉的酒牌和陈氏太极泉的古朴一百零八式歌诀 几乎完全一样 有人认为通贝泉是陈氏太极泉的前身 山西通贝泉的特点是 随势而绕 侧身而近 闪尽巧取 必如铜条 有刚有柔 现在的主要套路有 通贝酒牌 四名手 铁翻杆 石面埋伏 提刀 钩帘 通贝枪 十三大枪 身棍 九节边 双流星的 这是52岁的常永泉 在练习通贝推心掌 中文字幕志愿者 钩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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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梁春亭在表演子母年长 这是王永柱在表演通贝靶子宫 这是通贝泉里的基本功 摔靶子 王永柱同志 是七年县通帝老全师牛凤鸣的徒弟